今天是7月30号 那么针对有关日前发生这个涉嫌 那么利用元首出访 违法私焉 召检方来查获9800条的这个案件 那么针对日前发生的这个案件 那么为了要厘清案情 查查违法 那经过总统指示呢 总统府是会同的国安会 国安局 那各由这个政风单位 那么在本月的23日来组成专案小组 那么就本案涉嫌这个违法违纪等情 包括免税烟品的购买 在运人员涉入 以及相关违法违纪的情形严格 那么进行全面的调查 那双方在就相关的资料 来进行比对和会诊 那么目前这个行政调查 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特别就我们目前的这个现阶段的调查结果 来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那我想有关 整体的案情的状况 也就是这个 有相关人员 那么利用这个总统出访期间 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后 后来夹带了这个非法实验这个情形 我想这个我不一列举 稍后在会后我会把这个调查进度的说明 一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一下把我们的整个调查过程 调查发现等等 来跟各位做一个完整说明 那有关调查发现的部分 那奉总统指示 那本府的阵风处 是在23号来成立专案小组 并且是由法规会来协同调查 那为了要厘清案情 专案小组先后访谈本府前侍卫长张杰中将 侍卫士林国卿少将主任 陈毅夫少将主任等等多人 那并以本案所起货的这个 这个华航香烟订购统计表 就相关人员这个设案的情况 进行全面性的清查了解 那就洽定这个免税盐品的模式 取货跟付款 车辆调度始末 那么以及违法的样态的严格 初步的调查发现如何 首先就洽定免税盐品的这个模式 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 那有关这个盐品这个订购的这个模式 主要是在历次元首出访前 负责这个专案任务的航空公司 在绝标之后也就是跟这个厨房 也是外劳部完成了这个确认 有它来飞航之后 航空公司的人员就会提供 航班的免税商品行录 给予承办人 这承办人通常都是 世卫市内卫组的后勤 行政参谋 承办人再把这个行录资料 提供给各组同仁 来自行填写订购 与指定时间交回 而这个相关的盐品的这个订购 并没有数量限制 本案 世卫市是在6月5号来接获 这个外交部专案的这个出访任务 那么在6月20号 那么华航的行政联系窗口 来联系这个世卫官吴宗宪 并且是寄送商品目录跟订购的清单 那吴宗宪在接获这些相关的资讯之后 巡礼免税商品的包括这个商淹品的目录 以及订购单分交各单位的职人员 第二个部分有关付款跟取货的方式 那么经过调查 网利这个淹品的付款方式 如果它是属于小额 也就大概在1万元以下 那么都是以现金方式来交付给承办人 如果金额较大 那会以转账或者是零贵汇款的方式 来存入承办人的户头 取货部分则是在元首出访行程结束之后 那么由承办人依恰定名册分别交付给这个订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本案的部分是由各单位或者是个人 那么依照他所要订购的品项数量向无中线订购 并且将款项是以现金汇款 现金或者是汇款方式来交交给无中线 或者是汇入他的银行户头 无缘再把这个订购总量清单传给华航行政联系窗口 并且是依照这个订购金额 以玉山银行信用卡刷卡方式付款与华航这个联系的窗口 另外外界主幕有关本案勤务车辆这个调度的始末 那么一般特勤勤务车队的这个编组呢 调度还有派遣主要都是由世卫士来依照当天整体这个维安勤务的需要 那么来制作勤务分配表统一分配调度 本案经过调查那么22日总统出访专机要返国签 是由世卫士的参谋制作勤务分配表 安排当天所有勤务人力跟车辆的派遣 那么其中除了总统车队以及其他人员接送之外 并一例派遣货车五辆载运勤务人员大型行李 还有西行的这些勤务装备 另外特勤勤务如果在必要的时候 那会向其他单位来调介车辆 并由世卫士的专责驾驶人员来负责驾驶 那经过调查这一次的勤务车号 包括550BK以及车号9792QL 两部货车都是向总统府交通科调介的车辆 它的调介的情形是在7月11号出访前 世卫士的行政参谋吴中宪 致电总统府三局交通科 表示为了总统出访反国运送行李需要 会调介府方的货车来支援 7月16号 世卫士驾驶人员前往本府交通科 确认借用车辆的情形 交通科同意借用货车两部 其后世卫士驾驶于19日下午取车 22日下午还车 22日当日 那么两部向总统府交通科调介的公务车辆 车号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了 那负责是装载勤员的 也就是这些特勤勤务人员的行李 勤务装备等等 那当日这些相关车辆 当时遭到这个检调拦检之后 那两部府方车辆在查验之后 因为没有任何违法的物品 随后潜回 第四个 有关违法样态的严格 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 那相关免税烟品订购这个运作模式 那么行之有年 在行政调查的访谈当中 那么多位曾经于各前任总统时期 任职勤务人员表示 过去集成听闻 那么此一恰购免税商品的运作 或曾参与购买 购买数量亦超过法定的免税额度 那这个是有关违法样态的部分 第三大项有关本案所涉及的 人员清查的部分 那么目前的清查结果 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那稍后我们会有相关的表格 也给各位做参考 那么第一 是各单位当事人的自清自检的部分 这个部分目前确认 有79人购买烟品8074条 第二个部分 另外是根据本案所起货的 也就是这个订购表 华航香烟订购统计 那么与这个自清的部分交叉比对 所以另有收押 与离退人员3人450条 以及尚无法查明身份的绰号8组 共1262条 那这有关绰号的部分 那么因为本案的承办人员 那吴宗憲目前在押 那正丰的这个行政调查无法向其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跟他做询问 所以有待司法单位来调查理清 所以有关这个部分 然后待会我也会把这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那另外也会附上一个表 那这个表是有关目前 订购数量的一个分布情形 那其中 其中大概是 有订购1000条 含以上是有1人 900条 800条到900条中间的大概是1人 那其他的这个情缘 大部分是在 100条到50条到100条 这个中间 那我这个大概相关的这个 数量表再提供给大家 相关的这些人员的清单 那根据我们经过的这些包括自清 然后交叉了这个比对之后 那这些清单将会交给检方来进行调查 那其中部分人员 特别是购买数量显然超过常理 相关的违法情绪 那我们也请检调要积极侦办 那另外 根据我们的这个初步清查 那总统部以及国安会 也就相关的人员 是否涉入本案这个免税烟品的订购 进行清查 初步确认 本府跟国安会 并如政务人员 集要人员 来参与上述的免税烟品购买 那么有关后续的作为部分 那么为了要移清本案的真相 那明确责任 查查不法 那专案小组 目前会持续来约谈相关人员 那并且 那厘清过去历届的违法构烟情况 那么同时 专案小组那么也将来继续配合 检方的侦办 各项这个本案调查的资讯呢 也会完整的提供给检方 来做后续侦办的需要 那至于其他相关人员的 这个涉案 涉案人员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除了就所涉的情节 来进行陈储之外 另外考量元首的维安 那么将由特勤中心 那么是整体维安任务的需要 进行必要的实务调整 那这个是有关 这一项这个目前我们所进行的 这个调查的一个进度说明 那另外在今天的中午 那么我们新任上周五上任的 邱伯振管局的邱局长 那么也向总统面报 有关目前在管局相关的这些清查 那么以及后续 这些侧境的一个方向 那么有关后续 总统有交代说要一个礼拜之内 那提出这些报告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在预计 这个在近日 管局应该会对外做说明 那么以上是 我们就这个0722涉嫌 利用元首出返回法CMI的一个调查 进度说明 那这个这项跟各位报告到这边 那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要询问的地方 来 班人好 我是东森新闻张良好 是 班人请教一下就是 呃 国民党这边有关注到说 秘书长陈菊是否要付相关的责任 因为他们是认为说 拿出法调是表示说 世卫市这 呃 辞职的主管机关是 主管是秘书长 那总统已经道歉了 世卫市一票人都寄过 那辞职的主管是否应该也要负其政治责任 我想在案发的第一时间 那么特勤中心的指挥官 也是国安局长 您请辞获准 因为督导不忠 那实际上 那世卫市 的最高的 这个主管 也就是我们的副局 这个 那个市委长 那他也因为督导不忠 那 那个 情吃 那并且是调职 我想所以今天的初步的调查报告也公开呈现给各位 那么两位秘书长 无论是陈秘书长 或者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们的态度也都很清楚 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 那但是我想整件事情 就目前的整个调查的状况 那其实国务部的态度非常清楚 查查到底 那全力配合 这个司法的调查 不会回避 也没有护短的问题 那这些相关的责任 所以自然 我们就照 这后去的这些司法查查进度来做理解 下一位 董事长 不好意思 我想如果回到这件事情的性质本身 那么包括现在陆续 包括媒体揭露的许多资讯 也就是这是一个 历经多年的状况 如果 如果这些相关的情势 也发生在过去 那难道也代表说 这个是不是当时也出现了所谓的国安人马 然后放在哪个单位造成的 我想这个时间 这些政治语言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有一件 长久以来 因为不管是积息 那么或者是制度上漏洞造成 这样的一个违法的基地 撤查 才是唯一的方向 而面对 才是应该要做得到的 我想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 范人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刚才有提到说 承办人会循例的 把所拿到的行录 分给各单位 那刚刚有看到 有一些国安局啊 示威事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单位 我目前的了解 大概就是大约委 也会提供给你的那个表格 目前就我们整个 包括做了这个清查的状况 包括这几个 主要他们的所属单位 我已经并把他列上给你看到 范人你好 想请问一下今天华航的干部 上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 有提到说 除了蔡总统没有买之外 似乎机上的其他人员都有购买 这个免税的部分 是包括烟酒部分吗 就您能了解这部分有掌握吗 我想如果就我的掌握 应该刚刚华航 已经就他们早上的这个访问 已经做了一些说明 这是其一 那第二 我想今天现场应该不少人 都参加过这些访问团 我相信大家 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应该就是全力在工作 再来 我想这是一项不正确的讯息 其实稍早 有几位同行的访团团员 包括立委在内 也表达要正式提告 其实我要提醒 其实有班机乘客的商品购买 这是属于个人的消费行为 那我们不会对这个部分去过问 但是相关的资讯 包括这些购买的资讯 也受到法律的保护 其实类似这些不实的说法 我想对于所有在参与 对国家外交而努力的访团成员 包括媒体朋友在内 都不是公平的说法 我想 或可以清楚的跟各位说明 今天在场说明会上 有位团圆 包括敦韩发言人 还有我 我们应该是没有 在绑团的行程当中 任何的面碎商品购买 这倒是可以跟你做承认 下一位 2号 请教一下 因为这一次公布的是属于这一次的 那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他指说上一次出访的时候 之后呢 在台南地区有不少的绿营装脚 是收到了七星的水货 那他的质疑是说 是不是有拿来 这些所谓的违法走私的烟呢 是不是也有拿来 发给地方的装脚这部分 我不知道 国民党的地方议员说了什么 那不过 如果他有证据 就向检教单位提出 那我们欢迎 如果有查到 就延办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 对自己的言论 还有法律责任 都应该有些基本的认知 下一位 致敌 请问这一次 有没有立委的助理 或者是立委本人 或者是外交部的同人设案 那另外就是 这一次目前查的位置 都不是只有就烟品的部分 有没有查其他的免税品 因为其实包括化妆品 这些都有一定入关的那个限制 那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 好像是只有查烟品的部分 是不是还会扩及到其他的 有关湖中县这个等 那涉及 利用这个援手 出款来为好实验案 然后遭到检方来查获 这个9800条 这个案件 我想到目前为止 他的争败 我刚刚已经各位说明过 包括总统府 包括国安会 所属的这些政务人员 接要人员 并没有涉入到目前的清查结果 那另外 相关可能的这些 各单位人员的涉入状况 以及 那可能他们涉及的这个 不管是他购买的这些量等等 那我们大概都做初步的清查 这些清查的资讯 我们也会提供给检照单位 2号 不好意思 因为呂副总统他有指出说过去出访的话 补秘书长跟国安会秘书长是不能够一起的 那他们是他是指出说这一次 因为他说他们在阿扁时代的时候 他们说是没有一起的 那是从小英总统上任之后 以这一次来讲 却一起他认为是犯了一个国安的大忌 我不知道总统府这方面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如果想呂副总统 我并不清楚他实际讲的内容是什么 这里不方便就说明 那不过我能了解 每一次这些外交起步的安排 那么无论是就国安 那么就外交 都会有最适切的安排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个阿贝来 我方说此点的东西 因为我不太听得懂说 方言刚刚提到说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 没有清查香烟以外其他免税品的购买 是这样子吗 这个案子基本上 所谓香烟以外的免税品的购买 我应该可以跟你做个说明 有关这一次的这个违法 撕烟案的这个样态 他很清楚的 那就是一个利用这个援手出房时间 来进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些 烟瓶的这些夹带 那个夹带进来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他的犯罪的状况 还有这个犯行 不管是违纪或是违法的情形 非常明确 至于你说的情形 我认为可以没有发生 那个英语 您刚刚有提到 是 你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烟瓶的购买没有数量限制 那就你怎么了解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说一开始有这种 买烟的时候就有了吗 还是说到哪一个总统的任内才开始 没有数量限制 就我们现在内部的这些访谈调查 那么应该是很多 我刚刚有跟各位做个说明 这个部分 他的一个大概 基本上在我们的访谈当中 那么有跟多位 他们成于这个个任 个前任这个总统时期的这个 认识情务人员 来做访谈 他们的表示 过去确实 听过这些税盐品的运作 那也参与过购买 至于说这个数量 那当然也都超过这个法定的 这个免税的额度 那至于说当时这些细节是什么 我想这个要进入调查 我现场的各位 有没有什么要 询问的地方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谢谢各位 我们收听到这里 谢谢两位处长 还有法国会的主委 谢谢 是 军演就是近期这个军演嘛 我想有关中国的军演 其实最近以来 如果各位有注意 国际新闻 虽然最近很多事情 但我们没有机会 注意国际新闻 那但是可以注意到 不管是近期 包括在这个南海南韩的这些识别区 不管有中方或其他国家的这个军机 那或者进行一些这个穿越 这个ADIG的这种行为 那么或者是近期的这些军有 那无论 他的军演的规模 如何 其实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那么也就是第一 当然我们的国防单位等等 都能够完全掌握相关的这些情势 也做好相关的因应的准备 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提醒我想过去这几年以来 那中国在区域间的这些相关的军事行为 那么无论是大家看到前一阵子在这个朝鲜半岛附近 那么或者是长期在台湾这个周边进行这些绕行等等 这些样态 那其实都造成了做区域的各国 这个非常在安全上或是稳定上的一些冲击 那这样这些行为 基本上都不算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应该去有的这些行为 我想任何一个在区域当中的成员 那么都应该去散尽作为区域成员的一个基本义务 也就是就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做贡献 而不是去制造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概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